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充氣帳 充氣的年部帳 然後我們這個尺寸是13.68的 它有兩袋 還有一袋 這樣總共兩袋 下面這袋是帳篷它本人 然後上面是一個配件包 我們先看一下配件包 它有一個門片 這個門片是我們家構的 我們先放旁邊 外面再跟大家介紹 它的標配有四個TPU的窗戶 然後跟一個頂部 那這個頂部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然後再來看它的這個帳篷本體 好處來講的話就是它搭設的比較快速 然後再來就是它也比較抗風 因為它的氣柱是有韌性 它不像一般的那種骨架 容易會斷掉 當然缺點也很明顯 第一個就是重 真的很重 這個40公斤 再來就是體積小不了 因為它的結構都是一體式的 那如果你能夠接受車子在的下 跟這個重量的話 充氣帳真的是搭設蠻快的 不過我們也是第一次搭設充氣帳 所以就是一個純新手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搭設的過程 怎麼樣子 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好 那我們先搭帳篷 然後它有一個內附一個打氣筒 我們這次沒有買電動的 我們想說就是實測看看用打氣筒 手打要多久 那它的打氣孔在帳篷的前側的左邊 左前方這個氣柱這裡 然後它有雙向法 這邊是打開是充氣 那收納的時候就把這邊打開 全部轉開 這邊就可以洩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打它 其實我沒有買電動的是 因為我們想說去試試看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那我們就打打看 看要花多少時間 好 我打完了 看一下時間 大概是六分鐘左右 一個人打的話 平常沒在運動的人 看得出來我很喘 但是蠻快的 那如果兩個人輪流 或是你中間休息一下的話 應該很輕鬆 好 那打完之後 它這邊也有這個魔鬼氈 氣柱這個打氣孔 可以兩邊互相黏起來 這樣就可以藏起來了 會比較美觀 那我們帳篷也下好丁了 那底部我們是用Costco 那個藍色的帆布 我們把它遮進去 那因為我們今天 時間比較晚一點點 我們先把裡面的帳篷布置完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帳篷的細節 OK 我們現在把帳篷裡面 稍微布置了一下 因為晚上應該天氣會比較冷 這邊海拔比較高 所以我們把這個窗戶 都換成這種TPU的 那TPU它就是透明的 那這個是附贈的 不需要架構 就是你買這頂帳篷 它就會附贈 自己也很喜歡 那還有包括天窗 那這個TPU門片的話 它是拉鍊的方式去連接的 那其實你沙網還是可以放下來 它兩個是分開的 它外面還有一層拉鍊 是給你裝TPU的 所以它這個防水性啊 也還是蠻好的 防水保暖 然後透光 如果你喜歡帳篷這樣很亮 很像個燈籠一樣的話 蠻吸睛的 晚上的時候要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電源線孔 是在這個帳篷的左前方 就在打氣孔旁邊啊 這邊有一個 那邊 然後有拉鍊 進去之後 你可以再用魔鬼磚把這個貼起來 看起來會美觀不少 還有一個刀號在後面 帶大家看一下 後面也一樣是在左方 它就是開孔都在同一側 後面在這邊 你看它比較大一個 它除了這個電源線孔以外 如果你有冷氣的話 這邊進出風孔 它也都幫你預留好了 還有包括客廳還有一個柴爐孔 所以這頂帳篷其實把所有你在裡面 可能需要開孔穿過的都準備好了 這個是真的是蠻方便的 不用再去改造 或者是去破壞這個帳篷的本體 然後帳篷後面這一個窗 它是這個帳篷裡面所有窗 唯一一個內外都可以蓋的 比如說如果你晚上沒有覺得太冷 還好的話 你可以把裡面那一層蓋起來就好 外面就一樣是紗窗透氣 那要注意的就是它其他的窗戶啊 不管是前門還是旁邊的窗 棉布都是從外面關的 它前方的話就是有開一個正門 兩個窗 當然都有還有可以把它全遮下來的棉布層 那正門如果你想要換TPU的話 另外架構我沒有買 我們晚點再搭給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帳篷的前後門上面這邊 都有三角透氣窗 其實面積蠻大的 我們等一下從裡面看會更清楚 前後都有 那再來就是它帳篷下釘的部分 在前門這邊還算蠻貼心的 它下釘的環剛好在門的左右兩側 不是置中 所以你從帳篷裡面出來的時候 比較不會因為釘子半刀 好那我們就進去跟大家介紹一下帳篷內部吧 我們來看看帳篷內部 首先你進門就可以看到它的氣柱 超粗 兩隻手都握不住 這個繩子它是內建附贈的 你可以在上面掛燈 然後正中央的話其實也有這個掛點 所以它其實提供的掛點真的是還蠻多的 你一般來講你喜歡這種像我們這種燈串的話 你可以沿著繩子這樣一路掛 如果你是一個這種主燈型的充電器的主燈的話 你也可以掛在正中間 你就可以照亮整個房間 那客廳這邊有一個這個燕充孔 這是開好的 外面是用魔鬼這樣連接的 所以你不用到外面去再去把它打開 你就這樣直接把它往外推出去就好了 那客廳的話 電線孔就是從這邊進來 因為我們剛好擺沙發 這邊有一小塊空間 就用沙發稍微擋住 因為電線會比較雜亂一點 然後旁邊再放個邊鎖 這是我們的配置 給大家參考 然後前面的透氣窗就在門的正上方這裡 這個很重要 因為它這種棉布杖是全包的 它連底都有包 所以透氣窗一定要開 不然如果你在裡面有開火啊 或者是有用暖爐的話 燒拆 液氧化碳比較不容易刪出去 這個蠻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再來就是它這個隔間 這邊都有附這個收納袋 兩邊都有 它這個隔間也是可以拆的 而且它是用拉鍊連接喔 它不是像一般那種 有些是用掛的 所以它不會讓你覺得它 阿朗朗的啊這樣子 非常的有一體性 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就是把這個拉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整個收納起來 那隔間之間也有這個透氣紗窗 不過這個就沒辦法關 一樣它是用拉鍊連接的 然後像我們就是把這邊先 上面這部分先拉開 這樣燈串就可以這樣一路進去 都好都在把它拉起來 這樣就很美觀了 客廳跟房間 它這個隔間啊 它一樣每一層都是雙層的 一個紗窗 然後一個是棉布 給它整個遮起來 這可以看大家需求去使用 譬如說如果你有用小電暖器的話 你只想要暖一間房 讓它比較夠暖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邊全部封起來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臥室 那臥室跟客廳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沒有煙囪口 但是多了兩片這個TPU的天窗 如果你覺得太亮的話 當然也可以把它遮起來 在這邊 然後一樣後門上面有一個透氣窗 這個窗戶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裡面也可以關 像我們昨天的話就是單純覺得 有一些隱私的考欄就把它關裡面就好了 然後外面那場可以就繼續開著 還是滿透氣的其實滿涼快的 那臥室的後牆啊 這裡都有這個 左右兩邊都有這個收納袋 那收納袋給的真的是滿多的 然後旁邊就是這一個電線孔 那一樣可以從這邊進出 如果你房間裡面有電力需求的話 再來比較特別 它還留了這個冷氣的進出風口 那比較特別的是 你今天如果沒有要使用的話 你可以這樣收緊之後 往這邊塞進去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它一坨槌在那邊 就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 但是當你有需求的時候它又很好用 然後這頂帳棚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 真的是這個窗戶啦 它面積真的超大的 然後戶外的大自然景觀 幾乎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很清楚 那如果你算是用紗窗 面積真的很大然後對流都還滿好的 再加上它是棉帳 所以這頂帳棚應該是 夏天真的是很舒服很涼快 而且也很防水 冬天的話又可以再把TPU 這個加上去去增加它的氣密性 這樣讓我們暖氣可以留在裡面 算是一個滿通用的帳篷 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都可以做實用 那天窗如果你覺得太亮的話 它還有附贈一個頂部 你就可以把它造起來 頂部是銀膠的 就會再更隔熱 不過頂部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功能 剛剛說要跟大家介紹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已經把帳篷都佈置好了 我們來看看它那個頂部 一個特別的功能 我們來看看它的這個頂部 它的頂部除了我們一般常見的功能以外 就是一般頂部就是照上去嘛 可以防潮啊 然後可以多少可以保護一下帳篷本人 但它這個不一定需要 是因為棉部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透氣防水的材質了 它的頂部比較特別 它可以把頂部往前延伸 除了帳篷內部的空間以外 還多了一個前傾空間可以做實用 那我們先來搭它 好那我們這樣就把它的頂部往前延伸搭好了 基本上呢就是在連接帳篷的部分用銀繩 然後我是加上DECO跟它的封繩去做連接 連接完成之後前面的銀柱 像一般的天幕一樣把它撐開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頂部的關係 所以它的面積剛好就是帳篷本身的面積 所以等於說你會有兩倍的空間可以做實用 那潛艇在這空間就已經真的是非常大了 寬度有到3.6米 長度也有3.8 當然會有一些部分是跟帳篷覆蓋到 那至少也有個3米左右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長度太長的話 因為有些銀位會有些限制 那我們也可以把頂部往後推一點點 就是等於說有一半的頂部蓋在帳篷上面 那另外一半拉出來 這樣子它前廳的空間就會稍微縮小一些 那可以比較彈性地去針對銀位去做調整 除了銀繩有附贈以外 銀柱兩根矮的跟一根中間的至少要200公分 這三根是要自備 它沒有含在帳篷裡面 給大家做參考 再來就是它的頂部啊 左右兩邊是可以放下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完全封閉式的空間 你可以把這邊放下來 然後也會有下釘的環可以把它釘在地上 這樣就會像帳篷奔替一樣 完全屋形的形狀向前做延伸 就會有一個更好的空間 那頂部本身是銀膠的 所以也還蠻抗熱的 它的使用空間就會非常的足夠 你除了有帳篷內部的一個 兩室的空間以外 你還可以向前延伸 有一個更大的填膜空間可以做使用 然後才會把油開放在地上 上面有一個更大的填膜空間 在這裡 然後再放進去 可以按照再放進去 之後不可以改成 像中間的水槽 好像有一個大小的水槽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開箱的帳篷了 總結一下這個Cudi軍心13.68的帳篷 先講缺點好了 它的缺點比較明顯就是體積跟重量 那體積我覺得如果你把前庭的延伸也算進去的話 這麼大的一個隧道帳的體積其實算是差不多啦 就算你是穿古式的隧道帳這種大型的可能也是這個大小 但是重量上就真的是蠻明顯的一個重量 我一個人算是勉強 那如果是一些營區車子不能停帳邊的話 那搬運上可能就要最好是能夠兩個人會比較輕鬆一點給大家做參考 那好處其實我個人覺得是蠻多的 那我個人覺得最好的一點就是它算是一個一體式的帳篷 它底部也含在裡面的 空間算是蠻夠的然後也不怕蚊蟲 通風性也好因為它是棉杖防水性也不錯也很耐用 氣柱的搭建上來講我覺得我打的真的太拼了才7分鐘 如果慢慢打或是家裡有好幾個人輪流的話 應該15分鐘內很輕鬆就可以把它搭起來了 前天的使用空間我覺得也很不錯 那再來就是返潮的程度也比一般的帳篷來的明顯好很多 晚上在裡面氣味比較低都吃火鍋也不太會有返潮 然後還有天窗啊或者是一些電源線孔冷氣孔 柴爐孔都把你準備好了 我覺得算是解決了很多以往這種充氣障的一些缺點 那造型也很好看 那還有均綠色如果你是想要走一個比較個性一點的風格的話 它均綠色也蠻不錯的 它均綠色搭配的天目是黑膠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它的起居空間我個人覺得算是蠻夠用的 以我們兩大一小來說就算不加上前進的空間 它的一個臥室跟一個客廳算是蠻OK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說裡面我們放了一張全尺寸的雙人床 嬰兒床 那客廳空間甚至可以擺一個沙發 然後投影機或者是小螢幕這樣子 空間算是很舒服啦 然後它的尺寸寬的話是到3.6米 長度有到3.8米 那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牆壁啦 因為它牆壁是比較接近垂直的樣子 所以比起一些像隧道帳啦 或者是說印第安帳馬戲團帳 你邊角的利用的效率就不是很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沙發我們就可以整個貼頂 然後頭上的壓迫感也會比較小 也會小很多 所以它是可以完整的利用到這個13.68平方米的面積 這一點跟一些比較圓的帳篷比起來的話 算是蠻大的優勢 在它帳篷中心裡的高度有到220公分 所以其實在裡面的生活啊 是蠻舒適的 你不需要像這樣一天到晚 彎著腰這樣在帳篷裡面走路 整體的感覺我覺得真的是蠻像一個戶外的家啦 就很像一個別墅的感覺 那今天的帳篷開箱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再加個分享 別忘了開啟你的小鈴鐺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 對方的影片